《狐狸》第一集 南庄偷溜出游的千金小姐 爹爹后点才回来 我去青秋正玩一天 明天会 小姐 带个家丁吧 天气真好呀 到了 青秋镇庆典 天气这个好久了 一定要玩个高 走过路过 别错过呀 小哥 要不要尝尝 我们店今年的新高点呢 桃花酥 桂花糕 入口即化 口味独特哟 好好吃 清甜可口 老板 给我包三斤吧 每样都拉点 好嘞 马上 小哥稍等 好好吃 对了小哥 今年的新品 加了很多酒酿 提高口味 吃多了会醉 厚劲很大 吃三块 就差不多了 好好吃 第六块 一个小时后 我是谁 我在哪儿啊 这里有个破庙 进去看看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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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哪儿来的野小子 打扰我轻胸 不对 这小子的味道 不像个 男的 果然是个女娃娃 半夜 半夜来破庙 真是胆大呀 长得这么 水嫩标致 不怕土匪妖怪吗 喝醉了吗 与其 与其被那些野人 占了便宜 不如和胡姐姐 我还没有尝过 小姑娘的味道 作为打扰我的惩罚 让我来好好品尝一下吧 头好痛啊 醒了 小相公宿醉 现在还难受 有点晕 姑娘是 这就装作不认识我了 昨夜欺负我的时候 倒还是山盟 可怜我轻信你 失了真结 又孤身一人 欺负 真结 在找什么呀 我帮你找 没什么 不用了 好漂亮啊 要是我是男的 应该就是真的了吧 姑娘 你可能误会了 我不可能欺 欺负你啊 嗯 我 我其实是女子 不可能欺负我 你怎么这样 昨夜明明 那么快活 瞬间 知府千金夜宿荒庙 遭狂妖碰瓷 最后乱性 惹祸上身 第二期 千金喜提 狐妖回府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